我是丸子 今天呢我们来做个算是下韭菜吧 叫做蒜香山药 材料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块山药 然后用到了这个大蒜 首先呢把这个山药清洗干净 因为我没有去皮 所以我用这种就是根菜类的这种百结布 它的一面呢就是像洗碗的那种百结布一样 然后另外一面呢就像一个小毛刷很密的这种 它是专门用来清洗这种像胡萝卜呀 山药啊或者牛棒这种根茎类的这种菜 你可以不去皮 然后呢这样磨磨擦擦的就把它洗干净了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蔬菜的皮呢 是有一定的营养成分在的 所以不去皮呢也是一种很好的吃法 大蒜呢我们就两三瓣吧 看个人对蒜的喜欢程度 把它切片之后直接扔到这瓶底锅里 然后放大概两勺的这个橄榄油 之后呢可以开火开一个小火 全程都要保持小火去慢慢的去炸这个蒜片 我们要把它炸的非常的酥脆 然后还要金黄色 这个就是比较磨耐性的 等你感觉它已经微微的有一些变黄了 就可以慢慢的往外减了 这个碗里垫一个厨房纸吸一下油 一会儿它还会持续的颜色在变深 所以不需要炸到非常的深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会儿呢它是那种很脆很脆的一个大蒜片 特别的好吃 之后呢锅里就留着刚才煎大蒜的这个油 这边的山药呢就把它切成室口的大小吧 看你自己觉得多大块吃着方便 就把它带皮上呢切一切 切好了之后就把它直接下进这个锅里面就可以了 山药下锅以后呢把它简单的分一分 让它不要螺在一起 其实这样带皮烧呢真的还蛮好吃的 也不会有什么麻嘴的这种感觉在 而且你不用去修皮的话呢 反而有的人会避免了这种修完了手痒的这个状态 一面煎的有金黄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翻一翻把它煎另外一面 然后这个菜就接近尾声了 就用酱油来调一下它的咸蛋 加一勺或者是两勺看你自己的口味 快速的去翻动它 因为不要让它火锅 这时候呢可以把火关掉了 然后这个菜呢就不好了 我们把它盛出来 这个菜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酱油 还有我们刚才煎过山药那一面的那种焦香感 然后呢再配上这个炸好的大蒜 真的它现在是很酥脆的 你可以稍微把它就是掰一掰 然后撒在这个山药上面 山药的口感呢就依然保持着有一些脆脆的这种口感 再配上这个酱油的这个酱香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撒上一些黑的胡椒碎 这样呢让这个菜更提升了一个味道的层次 好了特别简单的一个下酒菜 好吃而且呢也有营养的一个蒜香山药就做好了 这道菜唯一费时间需要耐心的呢 就是煎这个蒜片 但是真的是太简单了 记得点赞收藏吧